重生呼吸 这部影片主要是要记录我今天 自己参加一个工作坊 叫做重生呼吸工作坊的体验 那这个体验呢 主要是因为有一天 我的大学好友咪咪他在 他的Facebook上面分享 我查了一下 其实我本来以为是一个类似像 打蚕或是瑜伽或是冥想的方式 那因为前阵子刚结束完一段学程 所以想说让自己的思绪比较尽空 然后专业一点 那这个呼吸呢 那要怎么说 反正就是我今天去了之后 首先 我要先讲那个 导师有提醒说自己一个人 还没有受过完成训练的 不要做重生呼吸 因为会没有旁边的人在帮助你 这样子 那这个体验其实一开始听讲解的时候 我是蛮 呼吟的啦 就是我觉得说怎么会有什么呼吸 可以让你整个人身体 也就是抽筋啊 筋软啊 或有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我也没有抱太大的期望或是想法 那躺在一个类似戏剧空间的瑜伽墊上 然后有熏箱 有精油 然后跟着音乐 一开始就是很单纯的把呼吸聚集在自己的 腹部 呃胸部 不是腹部 是胸部 然后永远把呼吸 呃 然后在呼吸的过程中 我蛮讶异的第一个浮现的影像 居然是几年前 呃 咪咪跟她老公刚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 呃 因为 呃 到 机场 那个 猫咪 然后 要借助这件事情 然后 就是 可能是刚好遇到咪咪吧 所以有这个想法 后来就是 呃 这个事情过了之后 就开始专注在呼吸上面 然后 不知道为什么是音乐引起还是 呃 什么的关系 其实没有睡着 那就是呼吸 呃 跟着 导师的 步骤 然后快速 利用胸部呼吸之后 突然就有一种 开始有一种 很多东西要排出来的感觉 然后排出来 就是一直喘不过来 然后一直 大口的 往外 呼出 东西 一直到 没办法吸气 然后全身 紧绷 然后 突然 导师又出现 提醒我 然后用 呃 他的呼吸 还有他的 呃 手势辅助我 就是让我 把东西都排出来之后 才慢慢的 平缓下来 然后 把空气吸进去 嗯 这样的状况 在整个两个 三个小时的 呼吸的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次 从一开始的 不知道怎么把东西 呼出去 到 咳嗽 然后 整个身体 很紧绷 筋软的状态之后 然后 会 慢慢的 恢复回来 大口吸气 然后 到时候会提醒你说 要把完美的空气吸进来 然后 你值得 然后 慢慢的 就会 呃 我第一个 呃 吸进来的空气是 好像是 哦 我是先 感觉自己在一片 草地 奔跑 然后 慢慢的跟着你 越来越轻松 然后跑得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火锡就像这样 呵呵呵 然后慢慢的 快到一个 我无法 跟上的 状况的时候 就很像 一束光 或是一个烟火 然后 就像那个 光 冲到 天空去 然后 慢慢的 就 就 绿色的 像 分多晶 或是能量 或是感觉 然后 慢慢的 被提醒说 要把它吸进来 然后自己想像 把这个 绿色的 能量 吸到自己的体中 然后 中间又重复了 吐气 把身体 不敢排出 或是 本来要忍住的 那些呼吸 又排出去之后 第二个状态是 就是 哦 我好像梦到一个 像 藏族 还是盟族少女的 一个很模糊的印象 就是他在你旁边 奔走 然后你跟他就是 追 逐 嬉闹 然后慢慢的 比较轻松 愉快的状况 然后 后来还有一段是 我有梦到 我有梦到 这全部都是 闭上眼睛做的 呼吸的 过程 后来还有一段是 我 有感觉是 我 好像看到 很像 那个音乐是 狼的音乐 或是 很像哈士奇 然后 慢慢 本来是对面有 很多只狼 慢慢他的脸 好像朝你 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 然后本来是 很轻忠愉快的音乐 所以 后来后面不知道 为什么转变成 好像感觉到 有一个 猎人 或是主人 带着 他的 狼犬 有点要战争的感觉吧 然后 后来 那个呼吸 又变得 比较急促 再来有一段是 好像你到外太空 然后 身体里面 有什么东西 要冲出来 然后 你开始呼吸急促 想要把那个 想要冲出来的东西 吐出去 然后 又 紧绷了之后 陆续后面还有一段是 看到一个 很像河水 然后在天空上漂浮 然后慢慢的进到身体里面的空间 然后蓝色慢慢转成 旁边有红色的光 进来 然后 最后转成 从天空中 有一个黑色的漩涡 然后有 陶瓷还是青花池的图案在旋转 然后慢慢有那个 感觉进入到身体里面 在后面 有一段是 比较像 哈利路亚的音乐的时候 有感觉到一个黄色的光 暖洋洋的到你身上 然后你慢慢的被 在接受这个呼吸的方法 然后 就整个过程一直在反复的在 身体 不知道为什么跟着音乐的呼吸 然后排出一些 不知道怎么样的 情绪或是呼吸的空间 然后 再慢慢的吸入一些 你自己觉得是 感觉上的能量的东西 嗯 讲实在话 我其实是一个 蛮 不随便清醒的状况 然后在 这个疗程过程之中 我自己也没有想像说 我要去 会 那么 激动的过程 但 可能是 我有把整个身体放得很开 然后就是跟着音乐 跟着呼吸的方式进行 所以后来就是有觉得 整个 结束之后其实是身体很累 然后一个放空虚拖的状况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 然后也很开心 我的 大学好友咪咪推荐我 也认识一个 曾经在蒙 蒙古 学过一些蒙古传统音乐跟乐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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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学员 还有一些其他有趣的学员的经历 我觉得 今天这个 工作坊朋友去 就当作是自己的一个记录 感觉有所收获 或者是 不知不觉的 的一个 呼吸上 或是一个情绪上 或是一个能量上的转换 就好像把空前面 呃 身体里面所有的空气都排出去 重新置换一批型的 空气或是能量 的感觉 讲到这边为止 然后 这个影片 因为其实就是躺在瑜伽店上 看着上面的空间 然后当开始呼吸的时候 闭上眼 然后我是一个 可能本来就是一个蛮视觉化的人 所以我浮现的东西都不是 过往的记忆 或是像别人一样有一个 冥冥之中的呼唤 我都是好像是音乐 带着我的呼吸 然后我的大脑自己浮现了 很多不同的影像 然后我也没有睡着的 很意外的没有睡着 我以为我会睡着 然后自己的一个记录 所以 这个影片的影像应该是黑色的 那如果我找到符合我的记忆的 image的影像的话 我再把它放到这里面 就当作是我自己 对重生呼吸工作坊的一个 声音记录 拜拜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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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